哈囉大家 來我們今天要跟大家講一個比較進階一點的主題 是如何將你的 Espresso 粉餅做到比較完整的萃取 那在這之前我必須先跟大家講一下 完整的萃取它不代表是完美的萃取 可是如果你要做到完美的萃取 通常是需要做到完整的萃取 雖然聽起來很繞口 可是你們用邏輯稍微思考一下就知道了 好那今天我會透過兩個沖煮的影片來跟大家解釋 那其中一個我使用18公克的粉 另外一個使用20公克的粉 那18公克這一組呢 它會在沖煮頭跟粉餅之間大概留了一點點的Headspace 那另外一組呢20公克的粉這一組 那其實基本上我在乾粉上把手的時候 就已經要頂到沖煮頭了 那在它碰到水之後開始膨脹 基本上它的粉餅就是頂著沖煮頭這樣去沖煮的 那我們可以從畫面上很簡單的看到 因為我們今天使用的咖啡機的沖煮頭 它的中心點是不出水的 所以你看左邊喔 我們有預留一個Headspace的一個沖煮的參照 它就是很快就可以從中心點開始滲出 那右邊這個呢 中心點一直到快要結束的時候 它才開始往中心點去匯流 那在拿下粉餅之後 我們可以更清楚的看到 右邊這一個的中心點那邊的顏色比較深 表示它萃取的部分是比較少的 那因為市面上有蠻多的咖啡機啊 比如說像是La Marocco 還有我影片裡面使用的這一台R58 它的中心點都是不出水的 很多朋友會忘記這一點 那要怎麼樣讓我們的沖煮的時候 可以讓整個粉餅更完整的去過水 讓它好好的去萃取 這就是我們接下來要講的部分 好那接下來呢 我們假設我們所有的萃取都在理想狀態之下 那你們在畫面上可以看到 我把剛剛那兩組的沖煮的參數 使用一個模擬圖像放在影片上面 那注意喔沖煮頭的中心是沒有出水的 這個時候黃色的線啊 它代表的是沖煮頭出水的地方 好那現在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在剛開始注水的前幾秒 左邊這一組 它的沖煮頭出水的話 它會整個去填滿它的上面的headspace 但是右邊呢 因為它已經沒有空間了 它的水就只能直接往焚冰裡面去打 好那接下來呢 在正式萃取的時候啊 你們可以看到圖面上的這個東西 在左邊因為有一個headspace的一個緩衝空間 所以就變成說它的分水網上面的孔 在經過這個緩衝空間 它可以很均勻的去滲透到所有的粉餅裡面 如果你的天鴉是OK的啦 但是右邊這一組呢 因為它沒有任何的緩衝 那沖煮頭上面的分水網的孔 直接碰到粉餅上 所以你會看到 它的孔直接就打進去粉餅裡面 它上面就沒有一個均勻分水的一個狀態了 那這個就是為什麼啊 我常常都會跟大家說啊 就是你必須要去知道你的沖煮頭 它到底進到粉餅裡面有多深 那你要去留好足夠的沖煮空間 以利你將來的分水網底下的headspace 你可以均勻的去分水 那你也可以讓你的粉餅在萃取的途中漸漸的膨脹 讓它的高度往上升之後 粉餅裡面的結構會出現少數的空洞 也比較能夠幫助你的水 可以在裡面做水平向的移動 來達到你的粉餅有一個比較完整的萃取方式 那看到這邊有一些朋友就會覺得說 我去買一個二次分水網就好啦 因為它畢竟也有一定的厚度在嘛 是不是可以達到一樣的效果 那這個是我個人比較不喜歡的 因為二次分水網 它一樣是有分水網的問題 一樣有接觸孔的問題 那你為了不刮傷你的沖煮頭 你本來就會把你的粉量給降低 去留出一個足夠的空間 如果你使用二次分水網 它反而會影響了你的粉餅的膨脹 讓你之後的萃取裡面的水平方向 不能像原本留有一個Headspace這麼的完整 那另一方面 二次分水網它為了避免你放進去之後拿不出來 或者是說你根本放不進去 它旁邊一定會留有一個小小的空間 那當你的部分跟你的填壓都沒有很純熟的狀態之下 你的水直接下來 反而有可能因為二次分水網造成的阻力 讓你的水全部往旁邊跑 那造成邊川的風險 那以上就是我個人對於新手的一些建議啦 當然我們剛入門的時候 可能為了增加厚實度 我們會去增加粉量 那在磨豆機沒有那麼好的一個前提之下 我們會增加粉量來維持住流速 那如果說你今天想要再更進階一點點的話 也許你可以試著把Headspace給流出來 然後從敲下來的粉餅去觀察你的萃取的 整個水平面的均勻度有沒有做好 我覺得這是一個不用花錢買額外的分水網 不用更換沖煮頭分水網的一個 最簡單的可以讓你的整個粉餅 完整的萃取的一個小方法 那關於如何做到完美的萃取 這件事其實光完美的萃取這個東西 到底是什麼就大家炒成一團了 那其他影響它的因素還有很多 我們今天就用一個最簡單的一個方式 來教大家怎麼把你的粉餅給萃取完整 那之後我們才有辦法去討論更多的 要怎麼樣的萃取才代表是更完美的萃取 那以上這個就是今天要先跟大家講的一個 小小的一個小訣竅 把Headspace做好 然後你的萃取就會更加的完整 那在萃取完整的前提之下 你才知道你到底是要換豆子 還是要換磨豆機 還是要換咖啡機 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我們下次見 掰掰